為特別好 市民朋友可以引路更加安全 台南市政府持續推薦道路工廷 它就包括加工白河冠蘭的道路建設的發展 博士也已經進出到經費 持續推薦道路透過工廷 防衛市為這個好山到先走這段 未來完成後可以接觸四山道 可以解決交通達車的問題 台南冠蘭是民眾自己的好處 白河区170里山是在白河交流到 跟關南亞中的路段 只要到家裡就要搭車 營出市府全出經費中度路透過 為原本的12米 透過到18米 完成後轉變變成四山道 今天很高興能夠來看到172線道 這個拓寬的工程從仙草到白河 坦白講從這段道路 總共要費用在2.5億元 中央也在前瞻計畫裡補助相當高的部分 我們希望說趕快動工趕快完工 因為這個地方每到假日都會容易 車輛出入蠻多的容易塞車 我們希望說這個部分趕快做 因為白河附近的地区都已經全出現四山道 今有170里山這段就是為前兩山道 所以今年全面斷工 希望今天解決策車的問題 白河後面真的全出現 全出現這段是兩山道 所以幹部公司的行政 道市計畫本來10幾里 變成18米 所以以後可以透過這四山道 所以可以改割這個品項 因為其他路段都四山道 來到這裡特別加工三山道 所以過去跟我們都會搭車 所以從今年開始 今年都開始 我們要用2億5千萬 所以正式這個土地 工廳設計好 所以正式設計後 我們就可以隨時擔工 有夠差不多是 等半至兩年可以完成 今年開始擔工後 兩年的時間可以完成 未來市府也會在小改善 做好路邊的工作 記者追會郭伯義北河窟 彩虹伯德